披落 这个披落要同时 这是绷剑转身 然后下边再接上挂 披 或者是裹带扎 裹带扎 就是做绷剑 收拾动作与前相同 撤步 交剑 并拢 收拾 炮剑 炮剑是向左右的撩剑 从三体式起 左脚向前进半步 右手向上拖 拖起 然后 右手先向左 运剑 右脚向右斜前方 上一大步 剑随之向上 反手 撩起 剑霸 高于头起 剑尖 与胸平 指斜 左手剑指 扶于右腕部 然后 右手运剑 右脚 右脚向前进半步 右手剑尖 运剑 左脚向左斜前方 上半步 上一大步 右手剑从上向下 随左脚向前 正手撩出 标出 剑霸 高于头起 剑尖 与胸起 右臂 微躯 左手剑指 在头部 左上方 也可以 左手剑指 放置于右腕部 都可以 这位 左部炮剑 然后 再上步 再撩 再上步 再撩 这是炮剑 炮剑 注意 剑尖走一个大的弧形 画圆 走一个大的弧形 右手 右手和剑半 要走一个小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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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剑 注意有一个 欲前 先后 欲左 先右 的身法动作 右脚要向右前方去的时候 我的剑先向左后方来 先向左后方来 然后再向右斜前方 向左斜前方去的时候 先上右后方去 然后再向左斜前方 这就是一左先右 一前先后 注意炮剑 以腰带肩 以肩带肘 以肘带手 以手运剑 以手运剑 炮剑最后 有一个身形 身形 微向后拉 也就是说 撩上之后 还有一个拉的动作 这是形一剑的一个特点 形一剑的一个特点 所以说 形一剑 讲究 身剑合一 把身劲 灌到 气剑上去 气剑上去 所以说 注意 在撩剑的时候 手 要握紧 满霸 握紧 满霸 但是在 硬剑的时候 要 霸 要松 活 而要活 要活 炮剑转身 哪个脚 在前 哪个脚 靠步 现在是 左脚 靠步 剑 尖 先向下 霸 要活 先向下 然后 右脚 上步 撩出 如果是 右脚在前 右脚 靠步 剑 先向下 左脚 上步 再撩出 这是 炮剑的转身 这是 两边转身 全都可以 炮剑 收拾 右脚 向后 退一步 拉剑 重心在右腿 腰剑 立正 收拾 然后 右脚 向后 退半步 腰剑 收拾 横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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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左右 横展的剑法 左脚 向前进半步 横剑 横剑 向右 向右 拨 向后 云 翻转 然后 右脚 向右斜前方 上一大步 左脚跟进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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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 向右 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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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 主要 主要是为了 找对方的脖子 后 退一步 自右向左横展 横展 建的向左右横展 一定要注意发挥腰力 不要光凭胳膊去展 要凭身子去展 身子去展 要凭身子 以腰身带手带剑 以腰身带剑 另外在横剑时 虽然向横平展 但是在平展的最后一刹那 有一个深行的转 也就是说使剑向后拉一下 这是行御剑的一个特点 就是往后有一点拉 不但是平有平展 而且还包含有向后拉的劲儿 横剑转身 靠步 前脚 向后脚尖前 靠步 剑翻转 剑 随转身 随 向右拨 右拨 然后 云剑 翻转 使手心向下 随右拨